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ryn 歡迎回來 我們今天來繼續看第十四章的主線劇情囉 我們就接著看 怎麼了 我還沒來得及發出任何聲音 車門就在我面前關上 車迅速發動了 結果 下一秒被人抱進了懷裡 是我 沒事了 果然是她 後面有人在跟著我們的車 時間很緊 對不起啊 沒想到會讓你這麼害怕 真的 突然在路上被人藏魯金車子 不管誰都會害怕吧 不過她在安慰我們呢 沒事沒事 她還幫我們把我們頭髮整理好了 我現在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到我大戰身手甩開他們的時候了 你先休息一下 很快就好了 大戰身手 喔怎麼了 我們看到 後面有幾輛越野車朝我們逼近 輪胎發出尖銳的摩擦聲 似乎快要撞上來了 但是 我的腦袋被揪起了污住的扭了回去 別看那些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知道你不是 你可是我的薯片小姐 她上天下地 無所不能 能變出好多好多好吃的 還總是分我一半 是我的超級英雄呢 你等著我 然後她做什麼 她轉向我前面的電腦螢幕 我們前面有兩台筆記型電腦 一台有路線圖 一台寫著公司大樓各個角度的監視器畫面 我還看到喔 畫面當中有一些黑衣人的搜索啊 怎麼又是黑衣人啊 對 你還記得 之前在駭客大會的地下密室裡 我們見到的東西嗎 我記得 Black Swan的黑天鵝組織 是的 今天來抓你的 就是這個Black Swan組織的人 我破解了他們的文件 他們在前幾天 就已經行動過一次了 難道是保全說的那個電梯鬧鬼事件嗎 嗯 我查不到更多的資訊 所以很擔心你 一想到你很危險我就 幸好我找到你了 不過等一下啊 我們之前不是在那個 Black Swan總部看到周琴落嗎 他也跟許莫對話呀 現在那些人還在追我們嗎 這個嗎 很快就沒有了 我相信你 我沒有司機喔 我以為車子是什麼 靠他電腦自動開的之類的 自動駕駛 現在他不屬於巨星周琴落 屬於駭客身份的Key 然後完成了 完全最後一個指令 甩開他們了 我現在送你回家 這麼厲害 他是操控什麼紅綠燈嗎 駭客不是就這個樣子嗎 之前那個什麼Wash Dogs 如果我回家會不會有危險 他們會守在我家附近嗎 我考慮過這一點 不過你家很特殊 是喔 怎麼樣特殊法 你家附近 一直有人在保護你 所以比其他地方 都要更加安全 保護著我的人 是特殉屬嗎 嗯 喔是這樣喔 而且我會通過監視器 一直注意著的 呃 不過我發誓 我以前可沒有做過這種事 太好笑了 所以我們家 其實 我現在暫時受到一千人的監控 所以不能和您一直在一起 你只有在家裡 我才能夠放心 所以等一下 有特殊屬的人 守在我們家附近喔 是白棋派的嗎 還是怎樣 監控是媒體監控的嗎 不只是媒體 應該是Black Swan的吧 你這兩天 不要一個人去其他地方 晚上也不要出門 等我解決完事情之後 就會來找你 你放心 我沒事的 剛才只是有點嚇到了 鼠屁小姐 你現在的表情看上去可勉強了 是嗎 沒有沒有 等我解決了那些事情 我會來找你的 會把這段時間內 發生的所有事情 全告訴你 所以你要等我 我不會讓你等太久 你也要快點拿起精神來 不然我會擔心的 如果害怕的話 手機不要關機 有緊急情況 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哇這個畫面 太太可愛了吧 我怎麼感覺周期落 今天很不周期落啊 睡不著的話 也可以打電話給我 一整晚都可以 好喜歡剛剛那個畫面哦 給你 治愈的魔法道具 躺過嗎 還塞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到我手裡 用手握住不讓我看見什麼 我該走了 好好睡覺 希望再見到你的時候 你又像以前一樣 人氣滿滿了 果然啊 我們手裡的是一顆 包著玻璃糖紙的糖果 什麼口味的 草莓的味道甜甜的 然後我們就回到家中咯 他們真的放心讓我們一個人在找 特錢鼠有那麼 有那麼有用嗎 對啊 一直以來 雖然這個組織在我身邊製造了數起事件 但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個樣子 只有明目張膽來抓我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讓他們放棄啟牙手段 開始檯面上行動 然後有一個未接來電 和一個雲音流連 都是來自李澤燕 終於啊 他終於聯絡我們了 太好了 他之前果然是因為太忙了 只是感覺啊 當你習慣他聯絡了你之後 當他不聯絡你之後 非常不習慣啊 他講什麼 是奇妙的雲音流言 我要暫時離開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不用擔心 你要保護好自己 不要隨意冒險 等一下李澤燕 就是道別的雲音流言啊 然後我們竟然沒有接到電話 我的天啊 希望能在未來 見到你 怎麼有點難過啊 在未來見到我 是什麼意思 他要穿越時空了嗎 因為他不是可以時間操控之類的 啊 剛剛電話沒有接到 竟然是太可惜了 在這種時候 他要去哪裡呢 說這句話是想告訴我什麼 我答應你會保護好自己的 只是我還沒有跟你說 你也要注意安全 可是要聽得到嗎 喔我們看到我們床頭 貴上消去的玻璃杯 是之前啊在第11章的時候 我們跑到那個 異空間裡 燒給他的東西嘛 想要送給他的 不知道李澤燕有沒有在使用 我們送他的杯子呢 啊突然好懷念喔 幾分鐘之前李箭家中 我們切換到他的視角了喔 這個時候還在忙什麼事啊 他又重播了耶 還是沒接 我要暫時離開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不用擔心 你要保護好自己 不要隨意附險 希望能在未來 見到你 所以他要去做什麼 突然起風味啊 該不是白氣吧 在李箭的身後 平空出現了一個黑洞 伴隨著氣流的漩渦 急遽地旋轉擴大 只是一眨眼的時間 就邁移到了整個空間 然後無聲無息的眩流 並且仿佛交織著黑色的電光 黑洞的中心 卻是完全靜止純粹的墨色 一旦進入這個空間 即使光也無法逃脫 李箭望著擴大的黑洞 目光沉沉 從眩流中傳出強烈的吸引力 讓他幾乎穩不住身影 看來已經沒辦法了 你要去做什麼 李箭言 天啊 好消失了 怎麼感覺每個人都要不見了啊 特遣B15緊急情況上揮報 揮報什麼 附近監控的青年 是監控我們家嗎 什麼 超出了儀器的檢測範圍 監測目標發現聚烈能量波動 已經超過頂峰值 現在具體情況不明 請求支援調查 重複一遍 重複一遍 嗯嗯嗯嗯嗯 喔他監控李箭言喔 與此同時 奇幻到周其樂了 超能力增幅實驗 代號P02 03號地點 電雨室 好那我們今天希望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喜歡按一個讚喔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那我們就再再見 感謝收看 掰掰